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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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里面带着指针的 这种情况常发生吗 常发生 我要拿 string 字符串 来作为我们讲解的对象 这种是 class with point member point member 可能是一根或可能是两根指针 这个字符串 等一下就会看到它的设计 一样的跟先前一样的 我们在设计一个 这一个class 我们设计它的头文件 要把它的防卫式的写法先写出来 你可以自己取你的名称 现在这边出现的是 my stream 标准库有没有一个字符串 让我呢 也像刚刚一样把它拿出来 分享给大家呢 那标准库的是最有说服力的 有 的确有 但不是我们后面要看的这一个 因为这个标准库的字符串 写的太复杂了 功能它加上了 reference content copy on write 加上了很多的功能 这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讲解的 所以我自己写的一个简 一个 一个 跟标准库太复杂 我们这是简单的版本 那是够用 事实上 所有的人在 刚开始构想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构想 不会是想到标准库的那种写法 那个太过复杂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什么事呢 我给大家的例子 测试程序是这样子 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 我只打算在这里头做两 创造出两个字符串 有一个是有出值的 下面这个 一个是没有出值的 那我们马上就要联想 要去想到 字符串的构造函数怎么设计 它是呼应这两行 这一行呢 就比较特别了 这个意思是说 我要创建一个S3 S3 以S1为出值 所以这是一个拷贝的动作 以S1为蓝本 要设定到S3身上 所以3跟1 做完之后将是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拷贝 你要说克隆也可以 克隆跟拷贝 事实上我还真 分不出有什么区别 好 拷贝 COPY 然后下面呢 我把3 字符串3 丢到C2的去 所以我们势必也要写一个操作符总载 可以应付这个事情 好 又发生下面这个事情 这是什么 我们一般口语会说S3等于S2 这个是不不精准的 这其实不是等于 这个是assign 负值的动作 所以我们应该说S2 负值到S3身上 负值给S3 所以负值完之后呢 左边跟右边必然是相等 这也是一个拷贝的动作 所以刚刚发生的 这样是一个拷贝动作 这样也是一个拷贝动作 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S3才第一次出现 这个时候是S3刚刚已经出现过了 现在是要被负值 所以这个会引发 对应的在字符串身上 不一样的函数被掉用起来 这个叫做拷贝构造 因为他现在正在构造一个东西 所以叫拷贝构造 等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个例子的重点 怎么去写字符串呢 去应付这个拷贝构造 那这个呢 就是拷贝负值 我们应该在左手边 怎么写去应付 去对付这个拷贝负值 那难道前面讲的负数 他没有拷贝构造 跟拷贝负值吗 也有 可是我们没有写他 好 这两个函数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编译器会给你一套 这一套所做什么事情呢 拷贝构造和拷贝负值 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很忠实的 一个位一个位 一个bit一个bit的copy 你没有写 就有那么一份 所以前面学的负数 也有那么一份 这种函数 我们到底要不要自己再写一份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 默认的那一套 编译器给的这一套 够不够用 那你想一想 负数有什么东西 负数有十步虚步 十步虚步忠实的拷贝过去 很好啊 我再怎么写 也就是这样子了 那就用编译器那一套吧 所以我们没有再写 可是在这一种 带着指针的这一种上面 如果还是使用编译器给的这一套 拷贝构造跟拷负负质的话 会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你想想看啊 我现在有一个对象 它里头有一根指针 指向另外一个地方 我现在呢 又产生新的对象 如果只是拷贝 那就是指针拷贝过来 它们两个其实指到同一个地方去 这并不是真正的拷贝 后面有更详细的图来解释这个概念 所以只要你的类 class里头带指针 你一定要不能用编译器给的那个默认版本 一定要自己写 好我们提到 在范例 使用例这一边呢 我们常常讲到这里 那下面这个动作前面讲过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我要发展出 这一个string呢 我应该写哪些函数 我才能够 呼应使用者 这么的使用它 好我们往下看 字符串 一般而言 大家对字符串都会这样子设计 让字符串里面拥有一根指针 在需要内存的时候 才去创建另外一个空间来放字符本身 这是因为字符串里面的东西有大有小 Hello 就有五个字符 Hello World 有十个字符 有大有小 有时候是空字符串 所以这样的设计 就是有种动态的感觉会最好 而不要在字符串里头放一个数组 所以里面都是字符 那这个数组你要设定多大呢 一万吗还是一百还是三 有的太大有的太小 所以我们会想要用一种动态分配的方式 因此我们就确定下来了 这一个class的data 它应该放在private里头 这个data应该是什么呢 是一根指针指向字符 这样就确定下来了 然后我们去想 OK好 显然不能够用编译器所给我们的那一套特殊函数 什么拷贝构造啦 拷贝负质啦 负质啦 不能用那一套 所以我们要自己写一套 现在被我圈起来的 这一套有什么东西 现在被我圈起来的四个 其中的第一个 这个名称跟它跟类的名称相同 所以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那我们已经学过构造函数 的接口该怎么去思考 像这一个接口是怎么样 传进来一个指针 默认给它0 我们的接口是这样设计 那现在要新增加的是 下面这三个 这是先前不曾看过的 在附数那个例子里面不曾看过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看起来这函数名称跟它 跟类的名称也相同 所以这也是一个构造函数 那很特别的是 他接受的是他自己这种东西 我再讲一次 他接受的是他自己这种东西 所以叫拷贝构造 这个是个构造函数 但接受的是自己这种东西 所以叫拷贝构造 那第二个 我们说后面这三个 二三四是新增加的 这个例子里面新增加的 第二个这个呢 这是一个操作符重载 负质的动作 特殊的地点在哪里呢 他负质 右手边 这个唯一参数就是右手边 也是他自己这种东西 所以这是拷贝复制 刚刚那个叫拷贝构造 这个叫拷贝复制 只要你的类带着指针 你一定要写出这两个函数 第四个函数 这个名字很特别 是跟class名称相同 而且前面加一个波浪号 波浪符号 这个叫吸购函数 以这一个类 所做出来的对象 当他死亡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死亡呢 离开他的作用欲 或者是 后面的另外的情况 后面再说 当他死亡的时候 这个吸购函数 就会被凋起来 所以新增加的是二 三 四 有一些书籍把这个东西 这三个叫做 Big 3 这三个特殊函数 我们不太理解 在西方文化里面 也许他们的Big 3 是一个俗语 或者是一个谚语 要去称呼什么 不太理解 不过在基数书籍里面 确实看过有这么一个称呼 好 现在我呈现给你的这一个画面里面 除了被我小 这个圈起来这四个之外 下面还有一个函数 那这个在技巧上就没有什么要说 它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成员函数 等一下会看到 为什么要需要设计这一个成员函数 这边可以先看一下 它传回来的是指针 就是 字符串里面的这根指针 所以它并没有去改变 这一个类里面的data 它只是把它传回来而已 这个函数已经写好在这里头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inline function 虽然我们没有写 inline这个关键字 它已经是个inline function 内连函数 好我刚刚提到说 它不去改变data 所以这边一定要马上加上constant 一再一再的强调 大家养成这个好习惯 一出手就要不同方向 现在我们往下看 那这几个特殊函数 以及这个构造函数 以及这个构造函数 在这个例子里头要怎么设计 好 这个就是它的构造函数 这是有一个 有一个默认值进来 一个指针 这是从c以来就延续的一个概念 就是字符串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指针指的头 然后后面就一串 最后面会有一个0 这样的一个叫做 结束符号 一个字符串多长 有两种想法 怎么设计 一种就是我不知道多长 但是最后面有一个结束符号 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来 另外一种是 后面没有结束符号 但是前面多一个长度这样的一个整数 一种是前面有长数 那个lens 长度 比如说10啦15啦 一种是前面没有长度这一个数字 而后面有一个结束符号 Pascal用的就是前面有长度的那一种设计法 c和c++用的就是后面有结束符号的这一种设计方法 好 现在这个 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所以外界 可能这样用啊 这样就是没有参数 下面这样就是传了一个指针进来 这个指针 在这里 进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创建这一个字符串 因此我们要先检查这个 传进来的初值 这个指针是0吗 如果是0 就跑到els来 那 虽然是0 空指针 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个字符 干什么呢 放这个结束符号 为了这件事情 所以在els这边 我们就分配new 后面会有好几张投影片 好好的来讲一讲new 现在你只要知道new 就是分配一块内存 分配多少呢 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 那一个字符何必写 一个数组里面是1 不这样写也可以 但这么写的话呢 可以搭配上面的写法 也是数组 好new分配出来之后 把它放 这个结束符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空字 空字符串 为什么空字符串 因为传进来的是空 那如果传进来的不是空 不是0 表示是要给出值的 我们就在这里头 new 动态分配 一块足够的空间 中括号这个足够空间 那足够空间是多大呢 我得看看传进来的是多长 如果传进来是hello hello 5个字符 长度就是5啊 我也得准备一个5 这样的空间来放好 可是不要忘记还有最后还有一个 结束符号 所以 这边到底要分配多大呢 传进来的这个长度 这是一个c的函数 可以 这个叫string length 可以知道长度 还要加1 加1就相当于这个结束符号 分配完了之后 再把传达进来的初值 拷贝string copy 拷贝到我现在新分配的地方去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画成图是这样 这边new了一个足够空间之后 这个指针所指的就是分配出来的 所以如果传进来是hello的话 长度是5 还要加1 这里就是6 怎么没看到6呢 怎么还是5呢 因为没有把最后面那个0画出来 我们面对字符串 都要想到最后面还有一个 结束符 好分配之后copy 于是现在新创建的这一个对象 就拥有内容了 这是它的构造函数 经典写法 没有任何瑕疵 对应于构造函数 有所谓的吸购函数 写法是这样 现在这个函数是已经脱离在类 class的本体之外 所以要把全名写出来 当你要定义它的时候 这个函数做什么事情呢 关门 清理 clean up 清理 那现在有什么东西要清理 也许你会想到先前学习的复数 复数要离开的时候 也许要清理 是吗 要把十步虚步设为0 这样叫清理 是吗 不需要 它都快死掉了 还清理它做什么呢 清理完了马上就要死掉了 所以那个无所谓 但是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动态分配一块内存 你如果没有把这一块内存 释放掉的话 那就是内存泄漏 所以我们看到在吸购函数这边 要delete这一块 delete这一块 这一块是用这个指针 来指的 所以要delete它 所以前教一点 你的class如果里头有指针 多半你就是要做动态分配 像这样 你既然做了动态分配 那么 这个对象要死亡之前 那前一刻 吸购函数会被调用起来 你就必须在吸购函数字里面 把你动态分配到的内存 释放掉 把它叫做delete把它杀掉 杀掉就是释放就还给系统 我们后面会有 一个 就在这个主题 class主题讲完了 后面会有一个小专题 专门来讲 new 和delete 为什么要有中括号的new 为什么这边要搭配中括号的delete 里头是空的 这些事情我们会 把它好好的理清 现在我们看这个 当我写出这一个构造函数跟吸购函数之后 使用者这么用的话 这样就创建第一个对象 这个就被创建一次 被呼叫一次 调用一次 这个呢 第二个字符串 这个再被调用一次 下面这个呢 这又是一种创建对象的方法 用动态创建的方式 好 这个也后面会讲得很清楚 这两个动作 那现在我们可以感受 我是在这个地方动态创建一个字符串 又再一次调用这个函数 最后要离开这个作用域了 大括号刮起来的就是一个scope 一个作用域 现在这里有三个字符串 看哦 B 2 还有这个P P也指向一个字符串 要离开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P delete 掉 它是指针嘛 那上面这两个呢 它离开作用域的时候 自然而然 吸购函数就会被调用起来 所以这一个框框 这个scope 作用域里头 有三个字符串 离开的时候呢 当然 要调用三次吸购函数 好 我们继续讲下去 这些特殊的 叫Big 3 我们已经 刚刚讲的构造函数算Big 3吗 不是 我们现在要讲的才是 拷贝构造 拷贝负值 和 吸购函数 哦 刚刚已经讲过吸购函数了 所以吸购函数 是其中一个 我们剩下两个重要的函数 要解决它 好 我给各位的标题在这里 你的class如果带着point member 你 Notice 你就一定要有 拷费构到 拷贝负值 这是我自己喜欢 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 因为 全名叫做Copy Assignment Operator 唸起来也太长 写起来也太长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Copy 这个就是Assignment Operator 负值 负值操作 为什么如果你的class带着Poynter Member 就一定要这么做呢 你想想看如果不这么做会怎样 会怎样 我们看这个例子 你现在有左右两个字幅串 它的内容 一个是Hello 一个是我 现在 使用者做了这个动作 这就是一个负值动作 A负值到B身上 如果你没有自己写的话 编译器给你默认的那一个 做什么事情 做Bit 一个位一个位的拷贝 在这两个对象里头 它的Data是什么 只有这个指针 只有这个指针 至于这一块是不属于这个对象本身的 这一块是被动态分配的 所以做Copy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特别写 如果你没有特别写 那你把B copy到A里头去 讲错了 这边写的是A copy到B里头去 A copy到B里头去 也就是B的内容要跟A相同 B跟A里面只有指针 所以就变成这两根指针 只向同一块 那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希望负值之后 两端各有相同的内容 现在却变成 没错啦 看起来它也是有相同内容 就是Hello 但是这一块不见了 内存泄漏 不是不见 它还在 可是没有指针指着它了 它变成孤儿了 而这一块呢 两个指针指向它 也非常危险 因为将来你改A B就跟着受影响 所以这一种叫前拷贝 现在这边这是一个负值 是一个拷贝负负值动作 这个叫前拷贝 那什么叫深拷贝呢 就是我们要去写的 这个函数里头要做的事情 好 我们往下看 这一页跟你解释 为什么你一定要写自己的一个版本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深拷贝 这一个函数 叫拷贝构造 为什么叫拷贝构造呢 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因为它的名称跟类的名称相同 所以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为什么叫拷贝呢 因为它收到的参数 就是它自己这种类型 石头 拷贝给石头 人拷贝给人 猪拷贝给猪 所以这个叫做 拷贝构造函数 我们来看看它的参数 就是这个接口的 这个 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这个应该传引用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要不要加Constant的呢 传进来的这个蓝本 不会改动 所以加Constant 拷贝构造应该做什么事情 应该创建出一份足够的空间 来放蓝本那种东西 请看这里 这两行 这两行意思其实完全相同 所以C++有一些很复杂的 跟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你看蓝色的这两行 其实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符号却不相同 怎么去解释它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以S1为蓝本 创建出一个S2 为蓝本为初值 那么下面这一行的意思就是 把S1复制到S2身上 不过要注意 S2现在也是一个 新创建出来的对象 既然是新创建出来的 就要调用构造函数 所以1等同于2 那怎么做呢 刚刚已经说了 在这里头 就要分配足够的空间 来容纳那个蓝本 空间创造出来之后呢 把内容拷贝过去 这个叫深拷贝 如果你没有写这个函数 编译系给的那个默认版本 只有把指针拷贝过来 那个就是前拷贝 那个前拷贝 也就是刚刚这张图 这是我们要避免的 因为这样造成这一块内存泄露 又造成这一块很危险 为什么危险 两个人在看同一个东西 这个叫Alice 别名的意思 就这一块呢 又叫A又叫B 这个叫别名 你有一个名称是你的姓名 是你的学名 你在家里可能叫三毛 叫这个小华 这是你的小名 是你的别名 那么在这个编程里头呢 别名是一件危险的事 要特别注意 好 所以我们讲了 FIX3里头的三个特殊函数 第一个吸购函数 我们前面讲过了 第二个 拷贝构造函数 我们现在讲完了 我们来看第三个 拷贝负值 拷贝负值 这个概念 好 现在先听我这边讲 我要把这一边的东西 负值到 把我的右手 你看起来刚好相反 我的右手是你的左边 我要把右边的东西 负值 或者叫拷贝到左边身上来 我该怎么办呢 这左右本来就都已经有东西了 我应该先把左边杀掉 清空 然后 创建出 跟右边一样大的空间 再把右边 负值到我的左边身上 我再讲一次 这两个本来就都有东西了 我要先把这一个的原来东西清空 然后分配一块跟这边一样大的空间 然后把这边拷贝到这里来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这就是这三个动作 先delete掉自己 因为这个负值操作 用法是这样 各位看到这样子 它是把 一负值到二身上 所以作用的是二 就是这一个 作用在二身上 那二就要把自己先杀掉 这里的一二三 先杀掉自己 杀掉之后呢 重新分配一块跟 右边的 也就是一 这个例子里面的一 一样大的 所谓一样大是还要再加一 因为你自己要放一个 结束符号 好 一呢杀掉自己 二呢 重新创造自己 一个足够大的 三呢 拷贝过来 以这个例子来看 就把S1的内容 拷贝到S2身上 内容是什么 就是字符串 我们使用 C已经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函数 这样就一二三 就完成了 再整理一次 再整理一次 负质 拷贝负负质 你不能不写 如果你有指针的话 那你要怎么写呢 经典写法就是这样 一二三 可是你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动作 这个要功力深厚的人才会写出这一块 那你现在一起手就要有一种大家风范 你也要会写这一块 这一块在做什么 做自我 检测是不是自我负质 自己负质给自己 刚刚我们说是右边负质到左边身上 谁会去做自我负质的动作呢 应该是没有 但是所谓应该没有是说 你看起来好像没有 不是自我负质 其实可能是 因为指针的名称也许变动了 或者后将来我们要讲继承的概念 反正会发生 只是你看起来不像 有可能发生 所以要去做检测 好 所以我们首先了解了一二三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来谈自我负质 首先怎么检测 什么叫自我负质呢 就是左右要相等 请看这边 比如说 S1塞到S2身上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 这怎么检查 S1就是传进来的这一个引用 S2就是字极 因为这个函数现在是成员函数 所以那个字极呢 会有一个this point 传进来 还记得this point 吗 它可能是第一个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但是无所谓 所以这个this 就是这里的左边 这个str就是这个参数 就是这里的右边 我们就这样子检查 看这两根指针 指的是不是同一块东西 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付质给自己 如果左边等于右边 如果左边等于右边自我负质的话 就直接return 不做事情了 不做123了 这是好 这是好事情 你本来下面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 你现在一检查自己付质给自己 那不要负质 什么都不要做 马上返回 效率高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你没有这么做 你现在这么做的话呢 刚刚的解释是效率高 但如果你根本没有想过 这一要这么写的话 你只写下面123 好像也不会出错啊 所以只是效率的高低而已 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如果你没有写这两行 甚至于可能结果会出错 不只是影响效率而已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这边 你本来如果是这样 你现在杀掉一块之后 这里的123 我现在用三张图片来解释 第一个动作 把自己杀掉 变成这样 第二个动作 分配一个足够的空间 跟右边一样 这是2 第三个动作 是拷贝过来 右边拷贝到左边 这样是深拷贝 完全一样了 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是 左右相同的话 自我负值嘛 你看是这样 它一开始 左跟右就是指同一个 事实上就只有一个啦 我把它画成左边跟右边 事实上就只有一个 那负值动作的第一件事情是杀掉 还记得吗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 123里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杀掉 假设你没有写上面这一块啊 我们正在讨论要不要写上面这一块 你没有 好那你就接下来就杀掉 你看 第一个动作就把 唯一的这个杀掉了 那下一个动作呢 再回到刚刚这边来 第二个动作 是要去看 右边那个的长度 已经不行了耶 已经不见了 你原先是这样 你第一个动作就把它杀掉 接下来 你必然要去 访问 要去access 存取右边的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 但是必然是要去做事 结果你要去看右边 右边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整理就是 写这个自我负值 不只是为了效率 还是为了正确性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写这一块 而你的使用者呢 他也没有自我负值 那也就算了 安全过关 侥幸 但如果他自我负值的话 你的使用者自我负值的话 你这边不写这一块 是会错的 结果会出错 好 我们一口气讲的很长的一段 就是把这种 带着指针的class 所谓的big 3 特别的一些函数呢 有哪些 拷贝构造 拷贝负值 吸购函数 我们把它全部讲完了 我们穿一口气 我们穿一口气 你证明了 我会说 你证明了